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今天跟观众朋友来谈一下 有关于伊朗的核协议的问题 因为伊朗的核协议 目前看起来已经朝完全破裂的方向走 如果说整个伊朗的核协议 从此以后终止了 中东地区很有可能又会陷入非常的混乱 而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 相当有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旦一发不可收拾 中东地区的战火再起 全世界的油价会产生激烈的波动 目前我们已经多次的重申 IMF已经不断的释放出一些讯息 也就是2019年甚至到2020年 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往下行的 经济往下行 意思就是日子过得越来越难受 失业率将会升高 我们的收入将会减少 经济会陷入萎缩 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全世界都不会是好消息 当然包括你跟我在内 我们再度的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 伊朗的核协议 原本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加上德国 所以总共是六个国家跟伊朗来签的 这是欧巴马跟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很大的努力的情形下的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签订了以后 稳住了中东的地区 伊朗的一些原来所承受的经济制裁 都被一个一个在解除中 伊朗也完全按照这个核协议的要求 它完全的遵守 所以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 它本身不断的定期的在伊朗这边进行检查 伊朗都完全遵照这个协议 所以中东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一直到川普上任以后 他把这个伊朗的核协议撕毁了 撕毁了以后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强烈的抗议 所以目前来讲 只剩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继续维持跟伊朗的有关于石油的买卖跟交易 当然 这两个国家也承受了美国巨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顶住了压力 可是伊朗的经济 它不能够只靠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因为它有很多的原油 还是要卖到欧洲的相关的国家 特别是德国跟法国 还有它要从德国法国等欧盟的相关的国家 要进口它所需要的物资 这样的情况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贸易买卖 对伊朗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欧盟德国法国欠缺勇气 由于他们的欠缺勇气 所以面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方面的不合理的 不合国际规则 不合国际法的单方面的制裁 欧盟他们只有口头上讲 然后说欧盟的所有的企业可以继续跟伊朗做协议 欧盟欧洲的政府将给他们做支撑 但是当这些企业跟伊朗做生意的时候 美国就会冻结这些企业的跟美国有关的金融的活动 这样的情况使这些企业它承受了巨大的风险 而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的国家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所以这些企业纷纷的就不敢跟伊朗再进行买卖 所以伊朗的情况就越来越糟 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他就宣布 既然欧盟没有这个勇气 没有道德勇气 伊朗也将要逐步的每隔六十天 那么撕毁一个条件 所以在五月份宣布之后 我们看到在七月份也就是刚满六十天的时候 他就宣布他的浓缩釉要从原来规定的 百分之三点六七的浓度 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之为风度 那么已经提高到四点五以上 而且他原本限定的三百公斤 他已经开始突破了 目前他在说如果欧盟再没有任何回应 六十天以后他将会提高到二十的风度 那未来他相当有可能会朝武器级的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风度的目标里面来迈进 一般国际的原子能专家 他们的估计以伊朗目前的拥有的离心仪的能力 以及伊朗的提炼浓缩釉的能力来说的话 他一年内可以提炼出武器级的能够生产制造 核子武器的所需要的这些核材料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已经快要按捺不住了 以色列看着如果说伊朗继续在提炼 升高它的浓度 而且增加它的数量 而且开始启动原本被封存的 不准启动的或是被限制的这一些 更先进的这些离心仪的话 那对以色列来讲 他会担心伊朗将有足够的能力去摧毁 以色列因为伊朗的这种中层的导弹 是完全可以打到以色列的 如果加上核弹头的话 以色列将要面临灭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当然对于逊尼派的相关的阿拉伯的国家 他们内心里面也非常的纠结 因为他们一方面也不希望以色列拥有核武 他们二方面如果以色列的核武不能取消 他们也希望这些穆斯林的国家也能够拥有核武 可是他们又不希望穆斯林的什叶派的伊朗 拥有核武 因为什叶派跟逊尼派彼此之间是有矛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对于阿拉伯的相关的国家来讲 他们希望穆斯林如果也拥有核武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安全上的保障 但是唯独不希望是伊朗拥有 而伊朗一旦拥有核武以后 阿拉伯国家也会担心它的安全的问题 但是如果以色列挑起对于伊朗的战争被迫的 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就要选择要站在穆斯林这个阵营 来对抗这个以色列犹太教 还是要联合这个美国来对抗他们的穆斯林的同胞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也十分的纠结 十分的矛盾 所以我们看到情势有在恶化的情况 俄国已经出面呼吁伊朗说你烧案物照不要把情况弄复杂 但是欧盟的相关的国家 目前来讲只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以货易货的方案 伊朗说我没办法接受以货易货 他需要的是一种不被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美国依照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被证明已经是纸老虎的情形 美国也不敢也不希望发动这样的一场跟伊朗的完全的战争 因为俄罗斯已经警告美国 这场战争将会是第二次的越战 看起来川普也没有打算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可是如果只是一种外科所述式的惩罚性的战争 不可避免的很有可能伊朗会产生反击 那对于沙特阿拉伯或是对以色列相关的地区 甚至对英国或是对美国相关的货轮船舰 相当有可能都会面临攻击的危险 这样的情况中东又陷入另外一场火药库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了 时间一直在走 每隔60天就是一个升级 每隔60天就是一个新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越来越紧迫 其实源头都来自于美国川普的撕毁伊朗的核协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盟国北约以及欧盟因为劝缺道德勇气 不敢跟美国直接的说不对抗 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欧盟也会受到自己欠缺有道德勇气的重大的伤害 因为地中海地区战火一旦在起整个欧洲的国家 安全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将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而且这些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欧洲国家要想清楚 你们该鼓起勇气做一些事了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 这些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我可以翻译一下 大家这些影响 朋友们也可以翻译一下 我跟你开玩 避免 我们也可以翻译一下 我可以翻译一下 这个影响 和我可以翻译一下 更多的 hari 他们开始 出人家